OK 來 好 先介紹一下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是一個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理念的團隊 然後希望可以藉由民眾更方便的義務處理管道 然後來讓台灣的義務可以循環的比例可以更高一些 那我們也非常成功的在去年的9月份的時候 募集了105萬元的資金 對 然後因此社會要看待一些活動 對 然後也因為有您的加入 然後我們又後續又陸陸續續邀請到其他的那些KOL 一同加入我們的行列 然後這邊主要是一些社會問題 就是在義務在製造過程中對社會環境造成的傷害 對 然後後面的部分就是我們希望解決的消費者痛點 像是每時間處理義務以及覺得丟掉很浪費 然後又會覺得義務直接丟掉 丟掉回收桶之後會流向很透明 對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我們到福收醫的服務 然後以及我們的獨創的消毒 以及我們幾位朋友就阿樓澎湃的方式 讓這些閒置義務可以顛覆大家對二手義務的想像 對 然後最後的話 如果您的義務在我們的網站上售出 將會獲得40%的回饋 讓民眾更有意願加入我們的計畫 而且當您的衣服沒有售出的時候 我們也會給您一個非常明確的流向 說您的衣服去了哪裡 對 然後就是我們簡單做了一個我們的模式圖 就是消費者將衣服給過我們之後 我們會給買家或者是資產機構 然後我們也會將資金回饋給宣贈者們 對 那我們也將我們自己現在很大的 像是選掌開賣等平台做了一些比較 對 然後跟大家說我們是一個更加方便 而且更加有質感的一個平台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也消費 所謂退換保障的意思是 就是如果您的衣服如果穿了之後不適合的話 就絕對可以退款給我們 對對 因為一般民眾在購買二手衣服 或者是他們說特價品的時候是沒辦法說 對啊 如果是當場試穿過的話是不可能的 對對對 然後我們的話是希望 我們希望是走網路上的銷售 對對對 然後希望讓大家可以說 二手衣服不一定要在現場買 你網路上買也可以 對 然後如果您有試穿了之後 覺得不適合的話就退款給我們沒關係 因為你網路上買無論如何 對 等要有預期嘛 對 那這邊是我們做了我們自己的觀望 然後也經營的慢慢有成長起來 然後像是前面的我們希望 可以像是一般的網拍電影一樣 可以非常有質感的呈現這些二手衣物 下面全部都是我們所有的衣服 民眾來抽 我們全部都是由他們兩位 擔任我們的model 然後進行澎湃所有的拍攝 對 然後這是我們希望 給大家一個非常不一樣的 二手衣物的消費體驗 對 這是我們期望的 對 然後簡單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我們是國立台北大學的 現在都還是大四 準備進大四下的學生們 對 然後我是主要的創辦Oscar 我是Hannah 我是主要負責社群經營那一塊 對 你好 我是Mini 我是那個 反向募資的專案負責人等等 等等的 跟廠商結洽的這部分 行銷部分 對 你好 我是Phoebe 然後我主要是負責官網的運營 對 就是他雖然不會寫官網 但是他很喜歡就是畫畫圖 之類的 所以我們是用Shopline他們的系統 然後我們自己就是把一些圖片拼拼拼拼 然後也拼出一個還蠻不錯的結果 這樣子 然後那邊兩位是我們想想過他們來幫我們的朋友 對 然後也很開心 那跟唐鳳正偉報告就是說 我們在1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月收入終於破10萬塊錢 對 就很開心 對 就一個我們自己小小的一個成長的感覺 很棒 對對對 然後這邊這次來主要想詢問唐鳳正偉的是 第一個是關於我們這樣的商業模式 我們剛好是想要做一個 有關於APP這樣的一個軟體 對 然後也想徵求一下您的意見 為什麼要做APP 有什麼好處 對 就是希望可以讓賣家 他們可以看人家知道自己的衣服的流向是什麼 對 像現在的話 賣家他們其實沒有自己後面的平台 因為消貨人沒有就是功能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對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要一個通報說 你肯定賣出囉 回饋金怎麼樣回饋給你 對 然後希望可以用平台的方式 就是讓消費者更加的順利的使用 對 在平台歸平台嘛 就是說你其實這是一個可能 線上十算表就可以做的事情 但你要開發一個APP 那時候電玩也會是 所以就是說 從這步到這步還是有一段距離 那為什麼會想說要用APP的方式 而不是說就好比想說 我是賣家 那我就被受邀到一個有流向的實算表 這樣 哦 了解 你說有流向的實算表 對啊 就是說 因為你們內部管理一定還是用 不管是實算表或其他的 就是工作流程軟體嘛 對 那理論上你把他的那個分頁 你開一個檢視表 那唯獨的然後開給他 他隨時就可以看了嘛 嗯 了解 你知道我意思嗎 道中的意思 對 那這個對你是沒有維護成本 但是你一旦有一個APP之後 那個APP你就要有各種各樣的維護成本 了解 我不是反對 我不是說通常有一個APP是說 你要從使用者那邊取得更多的 它比像說不知道視訊拍照音訊 它在哪裡等等 就那個手機上面的一些 對環境的一些取得資料的方法 那它通常是當作資料搜集端用嘛 對 那但是這樣子我聽起來 你們只是要他知道他的流向 嗯 了解 對 那所以就是我會覺得 這個APP會不會有點heavy這樣 嗯 了解 我原本的想法是 因為我們有看一下國外的資料 因為我們有看一下國外的資料 他們也有一個美國的二手平台 對 然後成功上市的 然後他是說 有非常多的賣家 在使用他們的APP之後是 百分之四十幾都被轉為買家 對 然後我們也在想說是不是 然後所以其實就變成類似導購 對對對 讓他可以 欸 上來看一下 然後可以進一步可能出發一些購買的行為 對 然後 嗯嗯嗯 然後就是我們也一直在想 我們這樣的模式是不是一直 像是偏電商在銷售商品的感覺 然後跟國外那些非常大型的 然後做非常成功的二手平台 比起來的話 他們感覺像是在做流量的感覺 就像是下品購物一樣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也有點想要做APP 然後往這個方向來試試看 對 所以想聽聽就是 就是不知道您的 如果現在忽然變十倍的人用 那你們還可以繼續維持這個做法嗎 就是澎湃啊 我們會需要擴大團隊規模 就會需要帶招募人進來 但是你們有算過這個你們還是成本上是合理的嗎 成本上是合理的 因為等於是我們的60%是我們自行拿 等於是算是60%的貿易 也算是cover的過來 算是cover的過來 以目前上面單品的單價 對對對 因為如果來的人都定價五塊錢 就不用了解 但以目前的單價你們覺得還cover的嗎 我們覺得還cover的過來 對 然後流向性問題就是 第一是對這個我們要做APP的意見 另外是如果要做的話 也有點沒有那麼多的頭緒說 我們是要自己找個 自己要找人自己做個團隊 專門有個團隊來 我們這個APP 還是會需要環保比較好一些 這樣子 就越簡單越好 我具體建議就是 你一次解決一個問題 好比像說如果你目前的問題 是他不知道流向到哪裡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說 你要怎麼convert它變成買家 這另外一個嘛 然後就目前聽起來沒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可以用 我們現在有一個技術叫做PWA Progressive Web App 就是你可以把一個網站 實際 如果特別他是用Android的話 你看的時候他就會問 你要不要安裝成APP 這樣你就不用去Google Play特別找 你在看這個網站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要不要裝APP上去 那如果是iOS的話 你按分享然後安裝 也是一樣 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需要等那個APP store的審核 那你隨時更新 那他APP的功能就更新 那我這樣講是因為 會設計網站的人 他是比較 comfortable的方式是 網站上的功能 跟手機上面的盡可能要一樣 不然的話你就要等他審核 然後如果他版本不對的話 你要他更新之後再回來之類 他整個體驗是比較沒有那麼順 對那如果你就是非使用Native App 不可的話 那個前提是說你要從手機那邊取得資料 但聽起來是沒有 還是基本上是用網站的想法在想 就是說這個網站的功能要擴充 對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那也許就是直接想網站的功能擴充 但是你提供一個PWA的選項 對那現在大一點的網站的框架 其實他像Wordpress什麼 內建都有PWA的功能 你就把它啟用就可以了 這樣他就會自動變成一個手機上的APP 像我們的口罩工序平台 那個1988就是振興的那個網站 都是這樣子設計的 了解 可以請問一下 你剛剛提到的說 是一般來說做APP 會想獲取他們內部的手機內部的資料 手機的額外資料 就是手機會變成你的訊息收集端嗎 對話比像說我現在要做一個 線上看房的平台 然後我請說有意願出租的人下載我的APP 那為什麼 是因為我希望他用手機拍整個房間 那這個你用網站當然是比較難 不是做不到 比較難 對那但是 因為你的目前這裡並沒有這個狀況 你不是要每個人都當model 自己在那邊自拍 不是這樣 不是Instagram 所以這個時候 Native App就開發成本很高 但是效益比較可以 了解 其實我們剛剛您講的Instagram 其實有一直在考慮是不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國外的案例 然後那個很成功的國外案例上市的 然後估值幾千億幾百億的 他就是做一個像是Instagram一樣的二手平台 然後說每個人什麼逛都有27分鐘等等 然後我們也在想說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但又很擔心就是 民眾開始自己拍的話 衣服的質感就不是我們初衷的這樣子 對 因為你們是主打式質感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因為這個你們目前還在POC的階段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的這整套服務流程 你再變十倍左右 也許再去想就是整個變成你剛剛講那個新的東西 但是你目前的Model如果你說就是在資金流上面不是問題的話 那也許就是專注在這個上面 但是是把像你剛剛講賣家的體驗 以及賣家裝買家的這個體驗 這兩個做好 然後慢慢讓它漲到大概十倍大 也許再去想你變成完全不同的 像Instagram那種別的東西 對 所以那時候你就會有用比較多閒的資金來去投資這種就是開發完失敗也無所謂的事情 對 所以也是想詢問一下談過您的這些創業的經驗 因為我們現在的商業模式 我們自己其實有非常認真的算過了一下 就是例如說我們現在的團隊規模擴充到現在的可能倍 但是可能產值的話 每一個月可能只會有大概幾百萬的產值 對 然後可能會跟資本市倉與屋的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當初創業的初衷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像美國等等的那種非常成功 非常喪失那種案例不太一樣 所以有想詢問您覺得我們其實是現在就應該像您剛說的是 您剛是跟我們說現在先慢慢走然後等到十倍之後 對我覺得現在的比較早 現在的比較早 了解了解 所以是希望大概走到十倍之後然後再 進一步往另一個方向發展會比較好一些 對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你現在這個它解決的痛點是很真實的 就是任何想要參與這個二手一五的它一定會碰到 它不是用你的方法解決就是用別的方法解決 但是像Instagram那種就是社群分享的 它並不第一個它不是真正的痛點 第二個你要解決比Instagram好不容易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去改變大家的習慣 除非是你已經有一群很好的early adopter 它很願意主動的來告訴你 怎麼樣是他們會接受的 Instagram它就不去玩了 那這樣子也許可以成功 但是因為你們現在的community並沒有搭到 對 可以跟community一起共創這種全新的服務的情況 對 所以我覺得你就是專注先比較專注在你現在的這個痛點上 再稍微講一點點 我覺得會比較好 了解 然後我不知道會不會太幼稚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也一直在想是 如果我們只有辦法長大 然後是可以做到像是 剛剛說的就是二手版的Instagram 但現在有個平台就是尋轉拍賣 他們其實就在做一樣的事情 對然後我們就有在想就是 我們幾個要就是 就是感覺我們對資訊不太懂的人 會很不知道如何做出 例如說應用程式之間的差異化等等 對 所以我們知道這邊也可以 可是你剛剛已經講了一個差異 就是你們拍照 全場拍賣是用戶拍照 這不就一句話就講完了 了解 剛才講說如果是要變成二手版的Instagram 會開始逐步開放用戶自己拍照的 但是他必須要是攝影師嗎 還是怎麼樣 目前是沒有規範 然後我們想像中的規範是 就是一定要是在我們平台 可能買過衣服 或者是交給我們處理過衣服 就等於是認同我們理念的人 然後我們才會開放他自行販售 然後可能他原本是回饋40%等等 回饋的經驗就會提到 有時候回饋到90%等等 就自行拍照廠價 我們原本想法是這樣子 這樣所謂的期間就沒了 對 我們一直也在想辦法 看可不可以從中拿捏看看 對 因為我是有參加一些拍照的人的社群 像一個叫Pixabay 這個可能有人知道 跟Unslop Slash一樣都是沒有著作權的圖片 的圖庫 其實很多人是去上面抓的圖庫 但Pixabay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去抛弃著作權的 如果你抛弃著作權的圖片跟本來太過雷同 或者他的照片品質不好或怎麼樣 有一個類似像這個陪審團系統 上面的用戶會能夠告訴你說 你這張照片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就把它丟掉 對 所以Pixabay上面一直都還是維持質感 雖然它幾乎全部都是使用著自己產生的 這個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一個critical message很重要 因為如果不是有一群care這個質感的人在 那你也就變成版主要自己上 那這樣變10倍大你就10倍忙 這個顯然不OK的 對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它的 你如果differentiator 現在還是要放在所謂質感上 那我覺得你對於拍照的堅持 就要用某種方式去確保下去 對 那但是如果你現在說 那這個就放棄 那我就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現在就要去想跟學生朋友們 另外一個differentiator 當時 好 那APP這邊我大概不完 你們還有什麼關於就是APP上的 信息架設的問題嗎 都可以 不相關的 你有用嗎 沒有 有 現在還有很多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是 我們一直想要做就是 CSR方面的專案 就是我們有拜訪過很多 就是跟我們一樣的團體 然後像聖木網 然後他們就說CSR專案是他們非常大的一個 資金利益的來源 對 對 對 跟那些企業合作等等 對 然後我們一直有點小小不知道該 這邊該如何著力著手 對然後該提供給他們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形式 對 對 不知道您有沒有什麼就是意見可以 就是給我們參考看看 對或者是 企業他們要怎麼樣的形式 會比較容易接受這樣子的 比如說我們機動的專案服務 比較簡單的一定是類似像教育訓練 就是 讓企業的員工或者是他的CSR部門 就是知道你們的做法 對 那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是比較像是裡面倡導 它並不真正意義像是GIF543的那種合作方式 對那GIF543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非常多CSR資源 因為如果是用CSR的錢的話 其實它主要就是 你在社會上有一個正當性 有一個公信力 那他參與你的活動 或者請他的客戶了解到 他有參與你的活動 或甚至跟你聯名 那都是要你在某一方面 對於某一些人的公信力 其實大過他 這個時候 對CSR來講才有幫助 如果是要一起做生意 Joint Venture 那個是BD部門 那個不是CSR部門 CSR部門 Care的就是你在某一方面 對於某些人 這些人最好還不是這個企業的顧客 那但是你對這些人的正當性高過他對這些人的正當性 那這個時候他就很願意跟你做CSR合作 所以其實你反而不是面對企業 你反而是先面對這些人 先建立你的品牌的正當性 了解 好 懂您的意思 對但是就是說你去做一些理念倡議 教育訓練等等 他也是把你已經累積的正當性 讓企業知道 這個是OK的 對但你還是要一開始先有那個正當性 了解 對就是你群幕他家買的是說 那我願意看你試這套東西 但不表示你這套東西已經有正當性 它是很前期的東西 了解 然後還有一個想稍微問一下您 但是不知道您在那時候創業的時候 有沒有自己設定一個停損點 比如說公司虧錢 或者是做了多久之後 會打算放棄做這件事情 不知道您那時候有沒有做這樣的停損 因為我們沒有 因為我後來都是 我創業很多次 後來都是所謂Exit to Community 就是說有一些Exit是上市 有一些Exit是被賓購 Exit to Community 如果大家覺得這套不錯 那就算我不在了 或我們團隊不在了 他還會一直維護 他比方說盟點就是這樣 對 那PTT其實也是這樣 PTT是我的 是預計的 對 那真的要講比特幣也是這樣 會覺得這個專案一直存在有好處的這些朋友 那可以在專案創始團隊都已經去做別的事 那情況下還是繼續執行這個專案 所以後來我的Exit都是這個角度 所以這個時候就沒有停損點可言 了解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剛好是大四 然後畢業 然後我就會很現實面臨到處就是發薪資這件事情 就可能 沒辦法像外面的企業 他們他們可能 員工他知道還有兩萬五三萬的薪資 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考慮說 就是發不出錢 那例如說我們做到六月份 如果還發不出錢的話 我們這樣的團隊還要不要繼續存在 了解 好像也是一個蠻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把這個機會生育是讓給別人來做的 對 就是你把你的做法就是開放式創新 分享出來 那還願意做的人 其實現在有一些像 大比像說定期定額群目 那他就是用 他就看多少人 有多少人願意定期定額我做多少事 等等就這樣 那如果真的那個社群不願意變成定期定額群目 那就表示說這個題目 可能正當性其實真的還不夠 就是這樣 了解 好 然後還有一個想詢問您的事 就是關於場地的部分 對 然後因為我們會需要一個 就是我們其實是在內湖那邊 就住了一個三五六的辦公室 然後是有澎湃啊 倉儲啊等等 會滿大一個場地 對然後今天剛好是被房東趕出來 就房東問房東講說可能要掌租金等等 所以想詢問唐鳳您這邊 會不會有例如說像是這邊的 我們有可是我們今年的金屬團隊才剛 announce 對 但是如果是一次性的使用 那就直接那邊有一個資訊站 可以跟他談 那如果是常住性的話 那就可能要就是等一月了 明年一月然後就這邊 對對對 那我想請問這場地的部分 是會是一個完整的辦公室是不是 這個可能要問那個資訊站那邊的 對 了解了解 因為我們才剛被化為古蹟 所以我們這邊一切也都在調整 但是至少就是如果是進駐團隊的話 那這邊作為像之前有一個叫什麼fresh recipe 的 那我看他官網都已經把公司地址寫在這邊了 對 對那其實燃爐3309號 對新創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地址 了解 一看就很認真這樣子 對 那但是具體場地怎麼樣offer的話 可能就是到那個i那邊問資訊站的人 嗯 了解 請問您就是關於創業補助的部分 對 我們目前協達申請台北市的新創補助 明天就是要升企劃數 今天晚上還好 小小 Goblet 你說報你呢 我們應該是報社會企業 很好啦 對啊 很開心 我會建議說 因為現在很多他都是它 都是 投資或融資 那其實不一定是補助 對 補助也有一些變成了講助 所以現在的那個方向非常的多元 嗯 對那我覺得你現在如果就是已經在做You START的話 那你再領別的補助的話 你這邊行政負擔會變得比較重 哦 了解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專心做U-START 但是你可以問U-START 結束之後你要接到哪裡 這個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現在還在U-START 我建議先專注做U-START 了解 然後還想問你就是 對股權積肌的部分有沒有什麼設立 因為我們一直很希望我們可以 換這規模做到很大 然後也有知道很多 蠻厲害跟我們做可能比較類似一點點 服務有開始在有成功的 拿到投資人的資金等等的 然後這一點我們倒是 就一直有點沒有什麼頭緒 該怎麼樣進行著手 然後有時候我們要找投資人 我們要怎麼樣去 這個你可以多問U-START的結帳截 嗯 對 像EQ-Plus他們 這個有很多經驗了 那我這邊只能講一個大概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的目的是 要快速成長 這個的投資人就會想要看到你已經證明你可以 就是一倍到十倍到底花多少時間 漲到 對 那這是一種就是你燒錢但是去換那個 就是流量 對 那另外一種是說沒有你 你要證明的是說你 只要投資我就可以換算成社會價值給你 對那是所謂的影響力投資 對那他就不一定希望你那麼快成長 他比較希望你先清楚的計算出 他到底是有沒有解決到通點產生多少社會價值等等 對那這兩種走法是不完全一樣 對 所以我也會建議說 而且你的Pitch的方向其實也會不一樣 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就是先多問問看其他的團隊 像我知道你有去跟那個Circule Plus 對 有 對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有很多做社會創新的 現在越來越了解怎麼樣跟兩邊的投資人講 那但是你跟這邊就要講得很清楚說 那這邊如果真的不work 那你的最後的目的是要達到這個社會價值 所以你會走轉用別的方法去達到這個社會價值 那你跟這邊的說法就是說 你不會因為成長到十倍而忘記掉你的初衷 對 那這兩個只要平衡住就可以了 了解 然後我們其實現在一直在面對這個困難是 在社會創新社會企業這邊 以及盈利這兩個之間也在找平衡點 對 可是你是在過程中完成社會使命 對啊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特別去想著這個堅固 你賺越多錢就有越多的社會價值 好了解 對啊 因為你的做法並不是你買一捐一或怎麼樣 而是說你在做生意的過程裡面 你自然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你不用去想說你要留50%出來捐掉 或者怎麼樣 就是專注在你正在解決消費者痛點 而且降低環境負擔的這件事上 對 了解 好 這個部分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有嗎 有嗎 有什麼問題 還有 還有就是 不知道可以鬧昧請您 就是可以再幫我們講幾句話 就是因為我們剛好 我們叫23嘛 對 然後每個月的23號都會舉辦一個23節 對 然後不知道你知道Package Plus 當然網上請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就那個上個月1月份的時候 我有幫他 對 對 那1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很榮幸就找到他們 然後跟我們一起聯名合作 然後就有就是達成一個非常好的目標 就是我們衣服的銷售量 數量就成長了大概3到4倍幾度 在東段10天之內 所以我們也非常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更大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一起可以 譬如說呼籲啊 或者是一個短片在我們官網上可以呈現 OK 所以我要說什麼 這個 有 你打 有稿子嗎 有有稿子 那我打 仿造Vogue 這個給我看就是 這很簡單 很簡單 我們要準備一些衣服 發明什麼事 就可能精神看 這個包裝好熟悉 對 就是 就包裝在哪裡看過 對 就在黑客家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 因為去年1月23號的時候 就是用他們的包裝出貨 然後我們叫的貨大概是叫了70幾個 然後我們在那時間內 就大概有60幾個民眾下單 然後都用於多花30塊錢 使用黑客家的包裝出貨 然後就就是合作得非常愉快 對 超級好 所以衣服長什麼樣子 對 精挑細選嗎 挑好罵他 哈哈哈哈 看一下吧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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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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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給人家裡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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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很大的分 挑了幾間不知道您適不適合 就是想說 明明黑的話 對 好看 我是不是就 劈其中一天講就好 對 對 我想說時間沒有 要很多 就怕串點 就多大一點 了解 了解 這樣子嗎 OK 好 可以可以 這樣 好 這樣 我們有錄影嗎 就拿去那些好了 好 我們也要錄影 我們都要有色彩 好啊 我們可以側錄 可以啊 不要這樣 先正錄影一下 看看廢影一下 我們想要 廢景是 這個可以演白的 這個可以 都可以 剛才你直接錄影一下 正面錄影 嗯 各位二时山的朋友大家好 再来看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 是二时山的衣服 为了要永续时尚 我们选择闲置衣物取代全新 大家一起来定义新的时尚吧 时尚由你决定 我私心想问你 关于资金的问题 您那时候在创业者出席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就是例如说资金上的困难等等的 然后是怎么解决这些资金上的困难 平常我的解决方案也蛮简单 就是刚刚讲到的 其实你们用群众募资 也有一点像我们早期在做open source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先确保说 大家对这件事情市场上真的有需要 然后再去做 那当然有群众募资 这个就更容易做一点点 所以我其实创业除了第一次资讯人的时候之外 之后其实都是走这种社会影响力 exit to community这样的方式 所以不太会有所谓资金短缺的这个情况 是说这个社群觉得到这个规模就够了 那它就会在这边 那社群也会自己去维护 它比方像蒙典啊 社群还是自己在维护 但我就可以去做别的 所以这是我创业的路径到后来 就是越来越社会意义 越来越大过资本市场的意义 所以不一定完全能够给你们参考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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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讨论 就是完全讨论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什么时候开发App 然后我刚去你的结论就是 对你用Web App 然后就成长大概到10倍之后 但你现在还是可以先做Web App Web App 对你如果找一下会做PWA 或你现在用的平台本来就有PWA功能 那那个就是在使用者手机上装成一个捷径 或者一个App 这个其实还是很有帮助 所以它对conversion还是很有帮助 了解了解 对而且使用者看起来它就是跟一般的App 并没有什么差别 那这是PWA嘛 那就是蒙点 那你点开感觉上就不是一个网页 它也没有browser bar 都没有它就是一个App的感觉 但实际上它是网页 那而且还可以就是网页的一些功能啊 比方说Google Translate 什么也还可以使用 这样子的话你就每一次网站更新 它下次开这个App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动在背景更新 那这样的话你就省去很多就是上河 配方等等的成本 对 好好了解 OK 我刚说十倍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产品的时候 像Instagram的时候 嗯嗯嗯 了解 好 那你还要去吗 那我可以再请唐光称这一件 然后拍一张照片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一直想搞KOL合作 但是都好贵 对 好 了解 那我的反正你纳税金已经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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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是到底怎么穿 哈哈哈哈 这样穿 先这样穿 嗯 这样 哦哦 好 不好意思 我猜会不够 不行 不行 是监管 监管太快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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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我们社群的小编负责人 对 他要负责我们粉针的所有程序 有没有问题吗 对 对 就是这批的 才能是批的 批的 批的 就不用套了 就批的 好 然后呢 我就站着 然后 你站到两天之外 然后 哈哈哈 你拍一拍 谢谢 嗯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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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肩膏 对 对 嗯 我过去 哦 我过去 不好意思 3 2 1 3 1 好 谢谢 好 还有什么节目 好 还关门节目 没有 结束了 今天就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